台立法机构爆发蓝绿民带集体关说受贿案 十名被告遭到台检方申请羁押 台检调单位七年前就开始跟肩搜证 原打算在2019年上半年收网逮人却延宕至今 背后有何考量 继8月2号火速批准蔡办前秘书长苏嘉全的辞呈后 蔡英文紧隔一日就任命台海接会董事长李大为 接任蔡办秘书长 屏东苏嘉丑闻接连报是否重创蔡英文派系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赖翔卫带来全面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给字节跳动45天时间 协商向微软出售TikTok事宜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表示 争取最好的结果 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 这是否是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公司 联手对TikTok的围猎和巧取豪夺 时事评论员洪林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克竹在福州向您问好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副主席 知名学者王小波先生逝世 国台办已于当日表达哀悼 对于王小波先生 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三号做出回应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副主席 王小波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7月30号逝世 中央台办国台办再次表达沉痛悼念 王小波先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 台胞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 和理论家社会活动家 他生于革命烈士之家 使之不渝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坚决反对台独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不懈追求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 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统一 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他的崇高信念和爱国情怀 将激励两岸同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我要再次强调 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历史大事民心所向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所有爱国统一力量都将铭刻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封碑上 所有台独分裂势力都将淹没在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 我们再来关注 台立法机构爆发蓝绿明代集体关说受贿案 多达五位前任现任明代及其关系人 十名被告遭到台检方申请羁押 其中就包括裁办原秘书长苏家全的侄儿 民进党籍明代苏振青 苏家全二号以个人因素主动向蔡英文请辞 蔡英文三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准与苏家全辞职 并火速任命台海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任蔡办秘书长 蔡英文三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对苏家全请辞表示尊重并准与辞职 同时将由台海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任蔡办秘书长 针对此次蓝绿明代弊案丑闻 蔡英文在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司法单位误网误纵 蔡英文话说得漂亮 但此次弊案 民进党籍明代苏振青涉案金额最高 达两千万新台币 目前该案件从二号下午开始 法院召开积押庭审理案件 当晚裁定五党籍明代赵正宇以一百万新台币交保 其办公室主任被裁定积押禁件 台北地方法院三号下午开始 对其余涉案八名被告一起进行裁定是否积押 此次涉案的六位前任及现任明代中 除了民进党籍前明代陈唐山交保外 包括国民党籍民代陈超明 廖国栋 民进党籍民代苏振青 加入民进党团运作的五党籍民代赵正宇 以及所谓时代力量主席前民代徐永明在内 总共五位前任和现任民代 其中苏振青账户被发现有不明金流 金额高达两千万元新台币 是所有人当中最多 廖国栋办公室主任则被拍到 从中间人摆手套手中 领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皮箱 粗估金额300万元新台币 徐永明是被查出所谓时代力量的账户 多了钱太平洋流通集团董事长李恒龙 200万元新台币的政治现金 五党籍民代赵正宇 则是家中被搜出920万元新台币巨款 粗估集体社会金额总共近4000万元新台币 对于所谓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涉嫌收贿 所谓时代力量纪律委员会开会后决议 如果法院审理后裁定交保 将请徐永明立即说明进行后续处置 若法院裁定羁押徐永明将紧速予以停权处分 对于徐永明涉嫌贪污 所谓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 却在党员脸书社团写下 徐永明这次会被卷入此案 因为组织发不出薪水 所以去借钱来发 也让外界质疑 难道所谓时代力量党中央早就执行 对此陈志明出面解释 两个案件不相干 二月的时候有一笔 因为资金的短缺 所以去对外做一个短期借贷的一个金流 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一笔钱进来 但是那笔钱在我们的政治 政党补助款进来之后就还回去 对此台湾公务人员协会 前理事长李来希质疑 难不成是赃钱让时代产生力量 还是因为无知造就了所谓时代力量 不知悔改 真是不要脸 在这起蓝绿明带集体关说受贿案当中 苏家全的侄儿 民进党继明带苏振青的涉案金额最高 外界评论 蔡英文此前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不惜得罪党内派系瞧出来的明带 现在居然成为了跨党派涉贪集团的药卷 蔡英文现在急着要划清界限 但是她划清得了吗 她往舆论感叹 蔡英文才刚刚连任 但是民进党的贪腐失速列车已经失控 台检调追查蓝绿前任和现任民带涉嫌收贿 向滚雪球般扩大 积极布局2022年平东县长选举的苏正清 这次栽跟斗 县长之路恐受重创 苏正清的妈妈说 不知道儿子到底是得罪了谁才会变成这样 但国民党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你去看苏正清名下光是名下的财产申报 就已经将近两亿的身家了 这其中还有没有登记在别人家里的呢 有书会脸书晒出苏正清的财产申报资料 光是股票就价值高达一亿六千多万元新台币 而且财富增长最快时间正是在蔡英文任内 苏正清2008年第一次选上民贷 存款为零 2012年他自己没存款 倒是妻女多了572万新台币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 苏正清夫妇存款暴增至1584万元新台币 此后资产快速增长 2019年申报存款暴增至7528万新台币 民进党施政四年时间 苏正清仅存款部分就暴增近7000万元新台币 此次苏正清再报弊案 让英系主力之一的苏家 不仅形象严重受损 对英系影响也很重 据传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先前已经对是非产生的苏正清很不满 还一度阻止他参选民进党中常委 我要拜托我们联政委员会的委员们 据政治的专业伦理 协助本党制定出更符合人民 对执政党期待的联政规章 台媒解读称 蔡英文7月在民进党党单会上的公开喊话 如今看来就像是在针对苏正清 当时苏正清不止执意参选民进党中常委 还拒接蔡英文的劝腿电话 紧接着又爆发私贷公营企业到印尼 以谋取私利的弊案 这也让蔡英文出手足党苏正清 在7月22号宣示就职民进党中常委 民进党联政委员会2号晚间8点召开会议 认为苏正清一事虽然积押亭还在审理中 但其情节重大 以严重影响到民进党的声誉 因此决议只要过几天 苏正清一旦被积押 就会立即将其停权 2号国民党发声明稿指出 接连发生的弊案都是以苏家权为核心 凸显出民进党内部斗争情况激烈 英系更是首当其冲 蔡英文恐怕是才刚连任 民进党就已经进入后蔡英文时代的斗争中 原本只是派系平衡人选的蔡英文 现在更是无力掌控 民进党的贪腐失速列车已经失控 香港中评社也发文表示 苏家权作为英系大将 蔡办前秘书长 家族一路卷进贪腐事件 最终辞职下台 也证明了蓝营瞄准目标 主打苏家权的策略成功 让蓝营士气大震 文章指出 蔡英文在连任成功后 外界多认为处于谷底的国民党 短时间内很难翻身 但如果国民党将打贪的主轴抓紧 继续朝这个方向搜集资料 或许是重新挽回台湾民心的一种方式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 邱毅教授以及赖祥卫教授 我们首先请教邱毅教授 据台湾媒体报道 此次台立法机构多位明代所设集体受贿案 台检调单位从2013年就开始跟肩搜正了 布局的时间长达七年 原本打算在去年上半年就收网 但是却拖延到了现在 这外界就质疑了 检方拖延动作的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呢 好的主持人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引爆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要抓贪污案 本来就非常的困难 尤其要抓立法委员的贪污案 那更加的困难 在去年其实就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 尤其是徐永明 当时因为要不到他要的两百万 所以直接向白手套 要吹要拿到这两百万的时候 已经被剪掉 已经录了音了 所以有些部分的证据 已经是铁证如山 已经被掌握了 但是因为去年是台湾的大选年 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案子引爆 可能会引起许多选举的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他就拖 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有趣了 台湾有大叔小叔 大叔就是苏贞昌 小叔就是苏家全 苏贞昌的人马 有刻意地找上我 问我说 我手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小叔的 录影光碟 能不能看什么样的价码 把我买过去 当时我拒绝了 这个案子的引爆 从我刚才透露的这个内幕 我们可以想象 他笃定是大叔与小叔之间 进行政治斗争 所产生出来的弊案 第三个可能 虽然我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高 但是也不能够排除 大家记得 在不久前 蔡英文刚刚公布了 一个廉政专章 也就是民进党里面 确确实实 各个派系 各个重大的政治山头 真的叫吃下难看 大家抢食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检举这个案子的 民进党的内部人士 事前一定也跟蔡英文 报备过 认为说这个案子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政党 所以基本上打出来之后 不会影响到政党之间的板块 但是可以给小苏家族 一个教训 或者小苏家族 吃铜吃铁 吃金吃银 的行为太嚣张了 必须要给个教训 我们也注意到 苏家全二号表示 为了不让蔡英文困扰 因此就请辞并被获准了 这也使得苏家全三十几年来的从政生涯 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同时有观点认为说 这苏家全请辞事件重创蔡英文派系 请问赖教授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这个整个风波有几个点 让外界看不懂 第一个点就是 过去像这一种重要政治人物请辞 一定是由当事人自己宣布 然后他所服务的机构再来证实说 因为经过未留无效 只好忍痛接受 可是这一次苏家全请辞秘秘书长的工作 是由办公室先宣布 然后苏家全才在他的脸书上 去发表他的一个声明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很怪 过去很多这种由你所服务的机构 来宣布你请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有一个名词叫做被请辞 那第二个很有趣的点是 苏家全在他的请辞声明当中 他特别强调 他跟他的太太 绝对没有任何不法的行为 那言下之意是 在苏家的家人里面 除了他们夫妇俩之外 那其他的家人 是不是苏家全就不保证了呢 那第三个让外界很疑惑的点是说 苏家全在请辞声明里面讲 因为外界都质疑他有贪腐的行为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 对人格对清白的污蔑 所以他必须请辞来表达 他这个严重的抗议 过去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如果遇到外界的质疑 通常是反过来 因为你质疑他的清白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 跟你捍卫到底 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子 这个外界目前的解读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说 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说苏家全人格高尚 所以呢 为了怕大家说 他坐在那个秘书长的位置上 可以帮自己帮家人护航 那这样可能对这个检调单位会施压 所以他就把秘书长位置辞掉 来表达他完全不会对这个案子施压 这是一种说法 那信不信 那大家自己判断 那第二种说法是 会不会在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 有更多更重大更核心的弊案 那所以呢 苏家全透过请辞的方式来交换 来这个避免整个贪腐的 侦办的这个火一路往上延烧 那我们也必须讲 虽然苏家全过去被认为是阴系的人马 被认为对跟蔡英文非常的友好 可是只要去回顾过去 这半年这一年 整个苏家 苏家全家族 在各种参与 包括民进党内部的选举 或者是各种台湾的公职人员选举 都可以发现 其实苏家 包括苏家全 他的夫人 跟他的侄子苏正清等等 并不是非常服从党中央的调度 所以这当中 到底是不是也有蔡英文展现 他意志的一个情况 还是纯粹的是其他派系 尤其是苏正昌 要来斗苏家全 这个部分 恐怕要有更多的检调 用事实来说话 苏家全作为英系的大将 蔡英文办公室的袁秘书长 家族一路卷进了贪腐事件 最终辞职下台 台湾媒体说 这也证明了 蓝营瞄准目标 主打苏家全的策略成功了 蓝营由此士气大振 邱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苏家全跟苏正清孰子 曾经避过台湾的外事管道 带着一些台湾供应事业的人马 到印尼去 但印尼做什么呢 无非就是寻求煤炭的采购 寻求天然气的采购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业务跟生意往来 但是国民党在打这个案子的时候 日期打错了 所以这个案子打的其实是失败的 只不过国民党运气很好 正好引爆了这一个 因为收购经营权争夺战 所衍生出来的弊案 而这个弊案牵扯到里面的最大咖 又是苏正清 国民党在这一部分 当然就加分了 当然有鼓舞的效果了 可是问题是收购案这个弊案 涉及到的 有两位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所以在整个国民党的形象 也会发生严重的减分 已经出现了小苏家族 整个系统性的弊案了 会不会继续 再往上再延烧 那就要看国民党的功力了 可是就过去的几个案子打下来 我认为国民党对于打弊案 还缺少经验 还缺少技巧 魔鬼出在细节里 是打弊案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法则 魔鬼出在细节里 你只要有个细节搞错 这个弊案就会满盘皆输 所以看国民党往后 如果还是只打抽象性 不中细节 那弊案不会发生太大的效果 第二个 打铁还必须自身硬 那就要看国民党 能不能做到 注重打弊的细节 以及打铁必须自身硬 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了 好的 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相关话题的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我是艾科主 就所谓时代力量党主席 徐永明涉谈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祥卫教授 这次的明代集体受贿案 其中一个涉案人 是所谓时代力量主席 前明代徐永明 事件发生之后 所谓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 就在脸书上为徐永明辩解 说啊 徐永明会被卷入此案 是因为党发不出来薪水 所以去借钱来发 那么就请教赖教授了 这样的辩解 您认为说的过去吗 是 我们看到 这一次这个时代力量主席 徐永明卷入这个案子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涉入逼案 还是说他是冤枉的 这个必须让证据来说话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风波 对于时代力量的冲击会非常的大 因为过去时代力量常常去批判 包括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 有所谓的贪腐现象 那你批判别人贪腐 结果自己的党主席 也出现卷入弊案 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 那当然时代力量的秘书长 就特别强调说 这个是徐永明 为了时代力量付不出薪水 所以去借钱 这种说法有几个地方值得来探讨 第一个 这个徐永明卷入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并不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那当然有人会讲啊 不是党主席 但是呢因为热心党务 所以去借钱也说得通 可是就要看 这个钱是不是 进了徐永明的相关的账户之后 确实又转到时代力量 或者是时代力量的 这个公职人员 党工的账户 那如果是的话就说得通 可是问题又来了 时代力量过去啊 台湾的这个对于政党 你只要得票超过 一定的比例 百分之三 那么就有政党补助款 那时代力量在过去 在这一次的选举 都有超过门槛 它有政党补助款 这个政党补助款 一年大概几千万新台币 那这个几千万新台币啊 你要来付一般的党工的 开销薪水 绝对够 那当然有人会讲啊 搞不好 时代力量把钱花到其他地方 比方说 这个选举广告等等 所以钱不够 那到底是不是 其实时代力量啊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冲击 如果他要帮徐永明辩护 应该除了文字上的说 这是拿来付薪水之外 把相关的账户 比方说 公布时代力量的银行账户 如果在闭案的前后 确实徐永明 费了两百万 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金额 进到了时代力量的党部的账户 那这对徐永明就是很有力的辩护嘛 那如果最后整个金流都不拢 那这反而会让时代力量啊 遭受第二波的打击 也就是他为了要拯救党主席 因此呢 用不确实的这种话术啊 来转移事件焦点 那这对时代力量也不是好事啊 好的 谢谢两位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中棒话题 据报道 未来45天将是决定Titalk命运的关键时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同意给Titalk母公司 字节跳动45天的时间 以协商向美国微软公司出售Titalk在美国业务的可能性 8月2号晚间 字节跳动在其官方账号发出声明表示 被竞争对手Facebook 也就是脸书 抄袭和抹黑 据环球网消息 两位知情人士当地时间2号透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同意给字节跳动45天时间 协商向微软出售热门短视频社交应用TikTok的事宜 知情人士补充称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微软之间的谈判 将由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监督 该委员会有权阻止任何协议达成 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微软公司8月2号发声明称 在首席执行官和特朗普讨论后将迅速行动 继续谈判收购TikTok在美业务 微软还称将在9月15号前完成谈判 8月2号晚 字节跳动在其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动态 称被竞争对手Facebook脸书抄袭和抹黑 声明称虽然被抹黑 但公司仍然坚守全球化的愿景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 也会利用法律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8月3号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发送公司全员信 回应了TikTok美国业务 面临被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强制要求出售的问题 全员信回溯了近一年来 TikTok在北美的遭遇 坦诚还没有完全决定最后的解决方案 全员信提到 下一步的解决方案会考虑用户 团队 公司三个因素 并对TikTok的未来充满信心 最近一年以来 美国不断加大对TikTok的打压力度 而上周末特朗普声称 要禁止这款应用 正值特朗普的连任前景 不被看好之际 特朗普表态后 字节跳动做出更多让步 比如同意今后三年 在美国增加一万个工作岗位 另外无法忽视的是 TikTok在美国雇用了1500名员工 有美国用户对媒体说 TikTok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方式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严峻的当下 人们更需要借此排解孤独与苦闷 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实施禁令 他们很有可能在11月用选票表达不满 有分析认为 这无疑是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公司 联手对TikTok的围猎和巧取豪夺 TikTok是完全按照美国法律 在美运营的 完全配合了美方的管理 而美方宣称 它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 这是地地道道的假设 是莫须有的罪名 美国在以极其隐瞒的方式 试图固化以它为绝对中心的 世界高科技秩序 无论它最终将TikTok杀掉 还是把这块业务 从字节跳动公司的怀里 强行夺走 这都是21世纪 在高科技竞争领域 最丑陋的剧目之一 在8月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政府不久后将宣布 对TikTok和微信等 一系列中国软件采取措施 请问中方对此如何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方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有关的企业做有罪推定 并发出威胁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 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 和典型的双重标准 也违反了世贸组织 开放透明 非歧视的原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 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 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洪林先生 洪先生 您是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 扬言全面封禁TikTok事件性质呢 如果TikTok和美方企业 达成出售协议 会对其在美国的具体运营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次的事件可以说非常的明确 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 一个恶意的打压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 把更多的事件政治化 那么所有的事件 它都是用政治的视角来看待 大家都知道美国版的抖音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娱乐的一个平台 一个娱乐的应用 那么这里面不涉及到任何的政治 包括美国政府 对美国版抖音的指责 用户的数据的安全等等 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么美国政府悍然提出 要封禁美国版抖音 包括那么市场上所传闻的 是不是由美国企业来接受 这个事情等等 这都显然是一个打压 即便是美国企业接手 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一场巧举豪夺 因为从我们说抖音的 这个母公司来讲 它原本没有出售的意愿 那么现在是被逼出售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所标榜的自由民主 包括这种公平的商业环境等等 至少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被美国的政治污染的差不多了 因此这个事件无论如何 都会给很多的企业提出一个结醒 一旦真的是美国企业 比如说现在传闻中的微软 接手美国版的抖音 这个抖音将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美国的运行 一是用户体验 二是它的企业文化 另外一个就像收费与否等等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企业 那么在初期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获客 那么获取客户 那么获取用户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 因此对于很多互联网的应用来讲 那么最初阶段一定是一个免费的 大规模的一个推广 而一旦真的被微软所收购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企业文化会走向 微软传统的文化 另外大家一直担心的微软 会不会对相关的应用 进行大规模的收费等等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因此可以这么讲 一旦真的被微软所并购 把这块业务完全收走的话 那么大家对这个业务的这种关注 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清楚来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这种犯政治化的打压 对于企业来讲 就是一个天大的噩耗 好的 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讲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关话题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就特朗普政府扬言 全面封禁TikTok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红林先生 TikTok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 对于美国互联网行业的 巨大利益格局形成了冲击 此次TikTok在美国被封禁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那么未来中国科技企业 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 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 和更高压的政策 那么请问中国企业乃至中方的应对之道 是什么呢 其实对于中国企业来讲 一般我们都认为 如果严格遵守对方国家的法律 包括它的习俗等等 那么自己在对方国家这种运行 会得到法律的保障 而且基本上是安全的 但是这次的事件 也让我们看得清楚 即便你遵守了美国的法律 那么美国出于政治化的考虑 依旧会对你进行打压 进行恶意的围剿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你这种恶意的围剿 世上它是防不胜防的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讲 可能会有几方面的应对 一个就是认真的思考 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办 不可能说前期巨大的一个投入 那么最终打了水漂 因此企业在运作的这种架构的设置上 恐怕会采取更加安全 更加保守的方式 以免一旦遭到政治上的算计 自己满盘皆输 因此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运行等等 会变得更加谨慎 那么另外一点呢也会担心 如果美国的投资环境 就是这样恶化下去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企业 另眼相看 恐怕很多企业也会考虑 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在美国运行 那么如果说在美国的运行 在美国的存在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必要 那么出于规避各种各样的风险 恐怕就会采取其他的方式 另外比如说和美国企业 合作的方式等等 那么恐怕都会提到日程上来 因此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 现在不是一个严格遵守 对方法律的问题 而是要防范对方恶意 对你进行绞杀的问题 而这一点呢 事实上它是伴随着 中美关系的这种演变 因此对于企业来讲 一方面要研究美国的法律 如何入乡随俗 遵守美国的市场 它的规律包括法律等等 而另外一方面还要观察着 中美关系的走向 尤其是美国当政者 那么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那么在目前的状况下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今年随着美国总统 选举日期的临近 可以说各方面的矛盾 是不断的激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很有可能就是不同的人 会针对相关的问题做文章 比如说拿中美关系来做文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 在美国的运营来讲 那么就会打起更多的这种警惕 就是提防各种各样的可能 而不是说败着良好的善意 然后到美国进行投资 进行运作 现在防范的就是说 那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善意 会不会被别人利用 会不会被别人绞杀 好的 谢谢红林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向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